前副总统吕秀莲接受访的时候感叹 在过去呢加入民进党 输了要对抗不公补义 付出劳逸致在的代价 而现在加入民进党 却因为是很容易当选 没有使命了 而政党的天子呢 是为了要选民找出好的候选人 因此呢党内缺审一定要有 一定要守住程序的正义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呢也没有对党员的尊重 而现在他看到 台湾各个政党都不再初选了 他就知道民主已经退步了 一看民进党的成分 尤其现在当权派 他们的成分可能也很复杂 嗯 这派系各方面 当年借人时代 我们没有伟大到抛头 抛头颅手之意 没有 可是起码我个人就是 因为我看不惯 不对的事情我在批评嘛 可是后来当民进党不要风险了 当民进党现在就是 是在挥霍自由啊 嗯 挥霍民主 然后就是要当选 基本上是价值的问题嘛 他们现在加入民进党 就是因为很容易当选啊 哦 对啊 我们那时候加入民进党 是可能要牢狱之灾 因为要对抗不公共 所以你说现在因为 还有使命 现在没有 你交入民进党没有使命啊 我最近在检讨 我们太习惯于美国的两党政治 嗯 那觉得哎呀小党不重要啊 嗯 可是后来几次选举 大家不是选最好的后赛 而是两个不好的里面选比较不好 比较不烂的 比较不烂的 那我就觉得这样不是办法 嗯 如果有三个建权的政党的话 那就你没得偷懒啊 民主党时代我们反对的就是这样 对 现在 行政立法通常长在手里 对 那现在民进党一样嘛 这就是因为选民啊 盲目的热情 嗯 哪一个党你很狂热的喜欢他 你没有想到说总体效果是 所以绝对多数啊 是不是就不很民主啦 今天不要相信台湾已经够民主了 我提醒大家啊 我走了一辈子 我现在回过头来 我觉得民主已经开始退色了 另外来看到现实的恐怖片 是政党被绑架 言论又被钳制 还有防疫上的黑幕吗 吕秀莲呢 就揭开了民进党执政的大转变 她说过去呢 加入民进党是为了对抗不公不义 但现在有人加入呢 是因为很容易就可以当选 她说呢 四大公投94%是无党派的 所以不要把政党想得这么的伟大 2024年美台全地真空期 最有可能是被趁虚而入 她说和平是全民的使命 但是呢 有一些事情就是得要查 筛机的问题 现在查到如何呢 是不是有内神通外拐 是不是有图力快筛前客呢 结果现在查出来了 说业者呢 掌握了韩国原厂的声明 成员无外泄申请资料 所以是查无不法 还记得吗 在过去呢 一人郭彦均不是在脸书po出了 看多这么多的孩子就这样走了 结果这篇的这个对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成前两个月的她最近呢 上了王伟中的广播截面 被问到了这个事情 她说她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当时引发了争议之后呢 连弟弟郭彦甫呢 还很认真地问她说 你要不要去选举呢 我们就来听听她怎么回答 我其实那篇文章 其实我是要大家来关注 就是所有医疗人员的辛苦而已 那那个对话 其实就是我跟我 我真的是医疗界的朋友在聊聊天这样 那我也把他名字给遮起来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也要尊重 尊重别人的隐私啦 所以其实我文章最后 只是希望大家关心 我们很紧绷的医疗而已 然后没有想到我们中间的 中间讲话的一些 可能没有前因跟后果 然后截取下来 让大家有点误会 那个状况 对啊 但是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这也是真的 那这次事前之后呢 这件事情之后 你是像沉默螺旋这样 开始不讲话了吗 还是怎么样 我也都没有去想说 我有什么立场 我只在阐述一件事情而已 因为我觉得事情 事情不该有颜色 事情不该有 事情的对数是应该让人家来评论 而不是有颜色 因为你如果带有颜色 去谈论这件事情 我其实所有事情都不是事情了 我很害怕我自己 不敢去关心任何有关于 社会的事情 现在有这个会议症吗 我之前会有这样子觉得 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发生了多久 我有这种恐惧 很快 两三天就有这种感觉 会觉得说 好我什么都不要讲好了 反正朋友来 请我关心什么事情 我也说 我什么都不要讲了 我们就变成说是 反正我们就听别人讲对了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东西 可是我很害怕 我会变成这样子的人 但是我还 我有曾经我讲过说 我在粉丝上面写过 我会继续讲 我认为是对的事情 因为我相信 我们在做电视的人 对这个社会上 都有一种使命 因为我们不希望 我们这个社会变得不好 因为不好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在家看电视 没有人有心情 在家里看很轻松的电视 其实你这件事情 玩弄你老弟的 艳朴有没有跟你哈拉什么 有 他真的超可爱的 他就跟我说 因为那时候 声量真的高到有点夸张了 高到我们 我都觉得太夸张了 然后我弟弟 他是传讯给我说 哎 出来选 我说 你弟弟的跟我一样 挖了一个坑让你跳 我说你有病吗你 他说真的出来选 我说你有病吗 我说两个礼拜以后 没有人知道 这什么事了这样 对啊 历经的2015年 复兴航空空难 唯一幸存的空服员 黄敬亚 他现在的确要出来选了 他要代表激进党 参选年底高雄市议员 在鬼门关前 走了一遭兴权之后 他努力的对抗创伤后压力 症候群 同时也开始关心公共事务 在小虾米对大金鱼的经历之后 让原本是政治素人的他 决定要从政 加入年底高雄市议员的选战 希望以后自己的经验 来帮助更多的人 原本的我是一个就是 蛮向往自有自在的生活 对 然后其实受伤之后 我觉得 当下会觉得说 如果今天我就这样离开了 那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会记得我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 我留下了什么 然后其实面对这样的议题 我一直反复的思考 然后其实受伤之后 我就结婚生子 然后照顾我的女儿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给她一个完整 然后开心的童年 所以其实我一方面在疗伤 然后我也尽全力的陪伴小孩 跟照顾家人 因为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只是希望透过我的角色 这个角色跟我的经验 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以提供协助跟专业的咨询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不会再有这种 好像一个人 然后要面对这种公司 面对这种制度 然后好像都没有人可以筹住 对 然后其实我淋患PTSD 跟放伤后抑郁症候群 这件事情 我也希望透过我自己本身 就有这样的相关经验 然后可以帮助有这样的困扰 跟相关困扰的人 可以在得到社会 跟职场上的重视 我也希望说 有更多的年轻人 像我们这样这一辈的年轻人 年轻的父母 然后年轻人可以更加参与政治 因为我觉得政治不只是政治 其实也是关心社会的一种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积极的参与 然后积极的 大家都可以尽一份力 然后我觉得 我也可以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改变 一些要改变的事情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 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发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对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